怎么做 比如说你开一个新的网页之后 假如你将来要缩短网址就记一个 我刚刚不知道 goo.gl 如果你要缩短的话 你就直接到goo.gl 这边就有个什么 缩短网址列 你就把刚刚 产生的这个问卷的上面这一串复制起来之后 再到这边把它贴上去 再按什么 shultonurl 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网址给你的 那这个网址你再告诉别人就可以了 就缩短 而且它还有一个蛮贴心的功能 Detail里面 它里面还有QR Code 所以你可以把QR Code 丢给别人 或者是你将来有个什么海报 海报上面不是都 都需要QR Code 让他钱问卷吗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QR Code 放到你的海报上面去 那只要有 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 拍照之后他就可以直接把问题填一点 寄给你的 这多好多方便 以前他做很多事情 现在都不用了 利用Google的资源 一下就把问题解决了 好多好 而且 Google的东西 稳定性非常高 为什么因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公司 如果他的东西还不稳定的话 我想应该这个世界上网络上没有稳定的 所以 我用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 遇到那个Google的东西有错误的状况发生 我已经用了他 至少六七年以上的 这个 时间了 所以 这种东西还蛮推荐给各位 最重要是 他完全 不需要你付任何一毛钱 所以这个地方 地方提供给各位 但我跟Google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我也不会赚到 任何一毛钱 不过但是 之所以我会推荐给各位 是因为 我自己是因为使用了他 而让我自己获得很多的利益 很多利益 我觉得 这真的是他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个逻辑是要被修正的 天下真的有白吃午餐 真的 就像我影片传到YouTube上面去 我是用YouTube的资源 结果反而YouTube还要付钱给我 懂那意思吗 因为我传上去之后 他上面可以 问我要不要挂广告 我想说挂一下广告对我无伤 给他挂上去 结果只要有人看 看了之后 我居然就变广告的那个内容提供者 然后他就会 把那个广告的利益 分红给我 我觉得这 这不错 这是一个不错的生意 所以我就很乐意说 对那我就 每天 我最喜欢的录影 录影 你看录下来之后东西 除了上课 反正也无伤 我不说我在录影 也没有人知道 然后就可以传上去之后 又有人喜欢听 那这样子又可以 获得一些好处 何乐而不为 他又没有跟我收 任何的 平宽费用 所以这种逻辑 是很特别的 各位可以不妨 可以构思 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 云端 跟这种 智慧型 手机会大行 情大的原因 就在这里 因为他只要付一个费用之后 之后他不用再付任何费用 可以用得 非常的 快乐 好 这个是 奇怪化 主要来看一下 说 你们的资料填入之后 上面都有栏位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 也可以把他来当资料库 实际上他这个地方表单 填入之后 以往 你可能需要一个资料库 他现在就把 示范表当资料库来用 填入之后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做什么 了解各位的学习需求 其实很简单 表单里面有个什么 显示回应栽药 按下去之后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篇呢 我就可以统计出来 各位的程度